职务上或者是身份上的领导人 那么如何才能扮演好一位领导人的角色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最好的领导人 是啊 不相信也不以为自己就是领导人 最好的领导人 不会扮演着是一个领导人的一种姿态 最好的领导人是让人家领导的人 能够让人家领导 自己最后是一个最能领导人的人 可能这种话人家很多人听不懂 其实很简单 能够被人家领导 几十人家领导 能够认同人家的领导 你这个人是最受人欢迎的 你这个人最能够配合人的 能够配合人 被人达成 他所需要达成的目标 他所需要完成的工作 那你这个人是每一个地方都会欢迎你的 像我们的农产室 像我们八股山的生团里边 我们的农产室 有一个这种情形 有的 我的徒弟之中 有的人 每一个单位都希望他去 因为他去的时候 就能够把那个单位和谐起来 为什么 他都是被人家领导 看看先到了你这个地方 他一定配合你 到那个地方他会配合你 你想要做什么 你想要完成什么 他就配合你 完成 所以像这样的人呢 仍然受欢迎 仍然欢迎他 那结果呢 他是被 还是被领导他 还是领导人 他最初是被领导的 结果大家都需要他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变成领导人了 所以这个非常微妙的 如果一个领导人 把这个领导的架子 你们要怎么样 你要听我的 你们不听我的 你滚蛋 你们不听我的开除 你不听我的机构 你们完全听我的 那这种就是独裁 这当然用权 用事 用钱 人到 就是叫 人到温元下 不敢不低头 这个你的淫威 他是佛了 为什么 他要 他要生活 他要端钱 但是呢 是不是能够 新约成佛呢 不会 真正的好的领导人 一定是为人设想 你 他 有什么困难 他替你先想好 或者是呢 他没想到的 你提出困难了 替你解决 他主动的替你解决问题 经常啊 先以主动的考虑到问题 想到问题 他 但是呢 他会尊重你 他不会马上啊 告诉你 说你找我的意见去做 他不会 他尊重你 尊重啊 你的意见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人 但是呢 释迦牟尼佛 是我们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 他做事的时候就这么说的 我不领重 他 他直接不是个领导人 深重的事 深重大家来管 所以深重就是大众的事 是大家来处理 大家来管理 大家来运作 这是啊 以尊重大家的意见 来啊 处理大家的问题 大家的失误 佛没有事情 佛是 他没有事情要做的 佛只是呢 人家遇来的问题不能解决了 用佛的智慧 他说哦 这个事情呢 最好是怎么处理呢 会好一点的 你发生问题了嘛 这个佛已经进行解决问题 可是下一次 同样的问题发生 发生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佛原来处理的问题的方式 他应用不上呢 那又来跟佛讲了 佛啊 你上一次讲的 告诉我们的方法 对那个人有用 对这个人没有用 怎么办呢 哦 对这个人的话呢 你有另外一个方法好了 所以法无定法 因人而依 如果说一个公司的领导人 一个机构的领导人 你都能够有这种心态的话 有这种 这种修养的话 你就会重重所有的人 你把所有的人 当成呢 都是你的领导人 那你就会 你这个过得很快乐 因为你被领导做 被领导是要 被领导人是快乐的 做领导人是很痛苦的 在任何情况下 能够啊 对人的领导是很幸运的 你能够经常 做的直接是被人家领导的 就是说 你是啊 你这是长官了 你做的 你的部下 是啊 比你聪明的 你的部下 会把事情做得比你更好的 你相信他们 那实际上他们就是领导你 这样子的话 这个部下们呢 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 一个部门 一个部门 做出来的事就是你要做的事 这个多好 这个是最好的领导 人与人之间呢 常常因为个人主观坚持 而形成了沟通跟相处上的障碍 甚至呢会影响到工作和家庭 但是有些人在沟通之后呢 都会认为 对方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呢 他会改 而且一定要改 才能够跟我配合 那么这种沟通的观念 对吗 怎么样才能达成有效的沟通呢 让我们恭请圣燕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作为一个菩萨 或者是呢 作为一个正在学习啊 菩萨道的人呢 或者是作为一个佛教徒 我们不能够离开群众 因为修菩萨的人呢 第一句话叫做啊 众生无边是愿度 要度无边的众生 那就不能够啊 离开人群啊 而自求啊 自了 或者是呢 自求安乐 或者是呢 度上其身 那就不是修佛的人 那就没有办法度众生了 既然是要度众生 我们必须要 第一 要奉献自己给众生 第二呢 要接纳众生呢 的种种的问题 来帮助他解决问题 然后才能够啊 把伏法告诉他 他们才能接受 所以是伏法里边呢 有一个叫做同四色 四色法 四色法 四色法的意思呢 就是用四种方法 来引导众生呢 来引导众生呢 进入伏法之门 进入修学伏法的大道 叫做有四种 四种里边呢 有一种叫做同四色 第一种呢 就是不四色 第二种呢 叫做例行色 就是例 就是不四 例行 同四 这三种啊 非常的重要的 还有 我们要度众生呢 不是强制众生接受我 我们一定要让众生能够接受我们 这首先要接受众生 菩萨都放的姿态啊 身段啊 都是低身段 低姿态 融入于众生群中 跟众生群里边的每一个众生 都是平等地位 甚至于还要 让众生感觉到尊重 而受尊重 而止疾比他要低一点 你这是理先下世啊 那才能够使得 让众生呢 能够 对你啊 产生好感 否则的话 众生不能接受你 因此 所谓沟通 或协调 可以用这样子的 一个原则啊 来 达成沟通协调的目的 在普通的一般的人呢 所以沟通协调 往往啊 是让人家接受 让人家 来接受自己 我有一个学生呢 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弟子吧 他去做沟通协调的之后 就把自己啊 就告诉人 现在我为你设想 我告诉你 现在你一定要这样子做 你不是这样子做的话 你麻烦了 而你非得这样子做不可 我现在是啊 来跟你沟通的 你一定要接受 你不接受呢 不行的 然后再问一问 你接受有没有困难 那对方想要讲困难的时候 啊 这不是困难 你接受了以后 这个困难就自然解救 然后再问他 你又没什么困难 人家又要讲又要困难 好你不要再讲 你保证你 你接受了 照我这个去做 一切就完成了 人家说 我打个不能接受耶 啊 真的不能接受 我讲了这些话 你听懂没有 那对方说 我听着听懂了 那你听懂了 你就接受了 但是呢 对方说 我说听着听懂了 我当时我 好像我没办法接受耶 像这样的沟通 这是啊 单线式的啊 这个是填牙式的 这不是沟通啊 真正的沟通 一定是先要问他 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需求 有什么需要 来 我帮助你 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呢 到任何商店呢 日本的店员 一定会一句话 你要什么 你告诉我 你要什么 我看到 我能够帮助你什么 所以这样子讲 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呢 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 不要预先思想好 你的策略 或者是你的构想 你的计划 你把它丢给他 套给他 送给他 那不行的 还有中国人呢 请人家吃菜 一上桌子的时候 把什么 辣的 酸的 甜的 硬的 软的 酸的 熟的 全部不断的 把它夹给他 夹给客人 夹给客人 客人吃的 吃也不行 不吃也不行 能不能吃 不知道 但是呢 在西方 有一次呢 我家菜给我的 一个西方的 求生吃 他就骂我来了 他说师父 你知道我喜欢吃这个吗 他就责问我 那我就觉得好吧 从此以后 我先要问一问 你还要吃什么 你这些能吃吗 我这样子问了 所以沟通系调的原则 一定就是说 为他设想 让他说 要他的要求 我们呢 帮助他 然后呢 告诉他 我能够帮助他什么 这个 就是沟通系调做成功了 否则的话 单向的 一定是做不好的 奥美托福 从小到大呢 父母跟师长都一再的教导我们 人与人之间应该和睦相处 互助互量 但是在日常生活里呢 我们难免会碰到看不顺眼 或者是不愿意接触来往的人 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形 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先态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呢 让我们高清善业法师来问我们开始 有缘的人呢 在一起感觉到非常清晰 非常的欢喜 也好像彼此之间呢 距离很近 乃至于说 没有什么距离 没有缘的人呢 没有什么道理的 就是你看到他 就是不喜欢 你看那个样子 你就觉得不高兴 甚至于他那个头发 长那个样子 你也不喜欢 他那个眼睛瞄你一眼 你觉得很讨厌 乃至于他走路的样子 你也不喜欢 反正他一举一动啊 你感觉到这样子的人 就是不喜欢 原因不一定啊 是对方有问题 这是主观的 有的可能是从小 养成的 有的可能就是说 在什么时候啊 在头脑里边 留下了一个什么影响 某一类型的人呢 正好在某一个时间 曾经给你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 从此以后 你看到这样子的人 你就不喜欢 反正是你喜欢的 不喜欢的 这个多是可能呢 是在无形之中 什么时候啊 在你的心里边出现 不知道 也很可能呢 在过去世啊 就是带着来这么一个印象 你现在见到某一些人 就是不喜欢的 这一些都是什么 圆 这个圆呢 有两种的意思 一个啊 是我们过去世 跟他没有寄这样的圆 甚至于根本就是 给他寄的二圆 有的呢 在这一生之中啊 你没有愿意 要寄这样的人的圆 没有主动的 要跟他寄圆 这一类的人 你讨厌的人 未必见得 是对你是不好的 未必见得 是那么不好的 但是呢 因为你心里有主观 的意思 在那做税啊 你不愿意寄出他们 你排斥他们 因为你不愿意寄出 你排斥 结果对方 也不愿意寄出你 也排斥你 这形成了 彼此之间 互相啊 有敌对的 一种啊 形式出现了 这个圆呢 就是我这一生 没几人的圆 过去生 没几人的圆 因此呢 没有人缘 叫做 所以现在 我们听到说啊 某某人 很有人缘 在日本话 叫做人气 那这个 有的电影明星呢 他的影迷很多 那就是他寄的人缘呢 所以是大家喜欢他 实际上 他有没有寄人缘呢 有 因为他的声音 寄了你的圆 他的眼睛 寄了你的圆 他的啊 这个 看法 想法 寄了你的圆 就好像我 在这个节目里边呢 我也寄了很多人的圆 因此我到马路上走的时候啊 很多人见到我 啊 师父 您是神言法师嘛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 再就是因为我寄了大家的圆了 不是我自己寄的圆呢 是我建计透过电视的荧幕啊 而寄的圆 这样子也算是寄人缘 寄人缘呢 寄好的人的圆 人家就会寄错你 寄坏的圆呢 人家就讨厌你 那我们呢 如果说 你看到啊 有许多人不喜欢的 就是你不喜欢他 这表示你自己不寄人缘 人家不喜欢你 你也表示你没有寄人的圆 一定要这样子想 如果你 发现了某某形态的人 某某样子的人 或者是 这个人真是对你不好 但是你还是要给他多寄善缘 我们叫做广寄善缘 他对你不好 你要对他好 他害你 你要照顾他 他整你 你要原谅他 那一次一次的 之后呢 渐渐渐渐 他会转变 连说不定啊 一辈子 你这么是付出 他从来不回馈 这样子的人 你还是借他的缘 这叫借什么缘呢 借来生缘 或者是呢 你这样子想 因为啊 前生我没有借他的缘 所以这一次呢 他老是来给我麻烦我 整我 叫我啊 叫我什么 叫我难过 实际上是叫我成长 让我啊 能够更多的机会 受到磨炼 使我能够成长的更多一些 那我感谢他 虽然他 怎么样我对他 他还是对我不好 那我还是要借他的缘 过去借了他的二缘 现在我要借他的善缘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啊 心理准备的话 我想我们见到所有的人 都是菩萨 你见到任何一种啊 不喜欢的形态的人 你说啊 这是菩萨 这是我过去没借他的缘啊 所以我现在要借他的缘啊 任何人呢 多是人 多有感情 连呢 草木 动物的感情 你只要好好的 不断的去照顾他 他会转变 那精神不转变 来生会转变 所以我们呢 刚才讲的 要借来生缘 那至少你自己 你不回事啊 那么痛苦 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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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苦